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场位置 布兰特·埃姆·雷比詹和贝林厄姆首发出场 格雷罗·胡梅尔斯·区勒和瑞尔森搭档四后卫 格雷哥比科贝尔担任首发门将 多特蒙德的首发阵容高达3.62亿欧元 而波红的首发身价只有2590万欧元 双方在硬实力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场比赛进球出现得非常快 洛西利亚在开赛5分钟就攻破了多特蒙德的大门 他的远射角度极其刁钻 能将把身体拉到极限都没能把球扑出 但是很快多特蒙德就扳平了比分 阿德耶米门前包抄推射打进 不到10分钟就出现两立进球 这让人觉得会是一场大比分的比赛 但是之后的剧情发展还是让人意外 机会不断出现 却始终没能再进球 最终的比分锁定为1比1 双方握手言和 多特蒙德疯狂射门22次 波红的射门有13次 总共35次射门 结果进了两球 这样的射门质量算是低了 可以说多特蒙德是被裁判强调了两分 阿德耶米在禁区内被铲倒 裁判竟然无动于衷 这样的犯规动作都不判点球 不知道什么样的犯规才配得上点球 同时 对手禁区内守球裁判也没有理会 在下后多特蒙德球员纷纷找到裁判 向裁判抗议 但也没有什么用了 裁判的糟糕判罚 让多特蒙德无法维持之前建立起来的优势 拜仁隔空收获大理 现在多特蒙德在多踢异常的情况下 只领先拜仁两分 拜仁已经重新夺回主动权 只要拜仁剩下的比赛全胜 就能够夺冠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点击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